在《完美世界动漫》中 有四个字被人反复提起 那就是《黄域大劫》 在补天阁和火黄石黄等人的描述中 这大劫到来 黄域没有谁能够真正躲过 更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 这《黄域大劫》其实说白了 就是上界对下界的收割 因为上界人在上界生活得太好了 不想让下界人在上界分一杯羹 更不想让下界人发展起来 此外下界的人 还有很多是从上界流放到下界的 都是有罪之人 连带他们都后人 也被称为罪却后代 所以每隔一段时间 上界就会派人下界收割 不让他们威胁到上界 也就有了所谓的《黄域大劫》 而在这《黄域大劫》即将到来之时 除了主角十号之外 其他人想要躲过 其实只有两个办法 首先就是偷渡上界了 这可以说是躲过上界的人 收割的最好办法 因为只有偷渡上界 他们才能躲过这一轮收割 乃至于后面的一轮轮收割 最好是敢在上界强者下界之前 偷渡到上界 将是火皇 火灵儿等人 就是找到了传送法阵 然后偷渡到上界 这也是躲过《黄域大劫》的最好办法 不过这个办法 同时也是最难的 因为在下界 基本没有几个传送到上界的法阵 此外也没有什么通道 可以通往上界 因此办法虽好 也没有什么风险 但是却不是用大多数人 因为大多数人 是找不到偷渡上界的法阵和通告 然后就是自展修位了 相比于上一个偷渡上界的办法 这个才是靠谱 也是适用大多数人的 因为上界强者 下界收割 主要针对的就是尊者镜 和尊者镜以上的修饰 不让下界有强者出现 也不让他们发展起来 但是其他人 虽然也面临被屠杀的命运 但是为了可持续发展 上界的人却不会赶尽杀绝 总得留下超过一半的人类 这样才能繁衍后代 这样才能方便 他们下一次收割和掠夺资源 不然一次赶尽杀绝了 那下次来下界 就是光秃秃的 也没有杀人 那想要活下来 尊者镜和稍逊色于尊者镜的强者 找不到偷渡上界的办法之后 自展修为降低一个境界 就是最好的办法 上界的人也不会一直盯着他们 再收割完一波分 发现没有尊者镜 和尊者镜网上的强者 那么没多久也就会回去了 下界只是大伤元气 和损失了最顶尖的一批强者 但是至少还有一半人 是能活下来的 而除了这两个办法之外 真的没有啥好办法 除非是有主角的命 可以逆天各种开挂 哪怕死了 也可以一次次重生 但是主角能有几个 一般来说只有一个 所以说 大多数人不能和主角一样 这两个方法 才是最好的办法 假饭 妥失